介绍完基隆岩家的故事 我们来分享矿业巨波 刘敏的精彩人生 很有商业头脑的刘敏 二十六岁那一年 本来是计划要到南洋 开肥皂工厂 但是大哥要他先来 大处坑固矿场 从此他就在九份炼金致富 刘敏的金矿事业 做得有声有色 但是却没有忘记要回馈社会 他最常跟员工说 知识就是力量 有机会就要让孩子 多读书多学习 他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他为了要让孩子们 从拥有第一支笔开始 所以他开设铅笔工厂 往后也和好友创办的 盐平学院和开南中学 这样的矿业巨波 深受矿场的员工的尊敬和爱戴 导演吴念珍曾经在书中 提到他的父亲 常常分享矿场老头家 充满峡谷柔情的故事 而这位老头家指的就是刘敏 但是刘敏却在一九五零年代 被控支匪的罪名拘捕入狱 太太为了救他 总是带着装满金条的铁盒子 在情治单位里四处游走 刘敏最终身陷十年冤狱 上千平的家产 房产也几乎全数充公 请家荡产 即便在牢里服刑 刘敏也时常嘱托家人 要多寄白衬衫来御礼 他要分送这些白衬衫 给即将遭到枪决的御友们穿 刘敏的儿子告诉我们 因为他的父亲认为人走了 也要走得干净 要走得体面 台湾人的血就应该要留在 洁白的衬衫上 一件件忙着赶工缝制的白衬衫 诉说着矿业巨破 刘敏在一九五零年代的血泪故事 通常被拉出去枪毙的时候 衣服都已经很脏了 所以他觉得是说 台湾人的血不应该留在 这个很脏的衣服上面 所以他就交代家里 要带白衬衫去 后来我听到我姐姐 我大姐说 那时候大家都很忙着 在缝制这个白色的衬衫 他告诉我说 他先生在被枪毙的时候 是穿着你爸爸拿来的白衬衫 身材挺拔 因此焕发 他是刘明 26岁那年 原本计划到南洋台肥皂工厂 没想到大哥的一句话 先来大苏坑帮忙雇矿场 从此炼金致富 成了当代的矿业巨子 不过人们最感念的 是他一生爱名如此的性格 他不是以赚钱做目的的 那种实业家 所以他做事情 他是想回馈的 他只想说 这个做这样的事情 会对周围的人好不好 对这个地方好不好 我祖父就是说要盖房子 给所有人住 住者有其无 就是这样 他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他就是盖房子给员工住 身为九份矿工之子 导演吴念珍在这些人 那些事中提及 父亲常和他分享 矿场老头家的故事 这位老头家正是刘明 父亲印象中的他 不是一个单纯的有钱人而已 还有满腔的峡谷柔情 那整个画面是真的很狭义 他说过年前 特别说买鸡后有 过年前要开始办家了 这个老头家 有一天会不会是 有单纯工要下班 他把那个纸 十万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 我不知道 我也是不知道 他说整个事物所都串纸 他拿着比较小的 便宜就站在那儿 纯工买的力 不论他是塞浮工 还是塞浮工 还是粗工 撒车的那种粗工 都同样 都同样 印度平等 都问说 你们老头家的孩子 如果死的孩子 死本基 三孩子 三本基 两个孩子 两本基 他像处义了 处义后就要回家看 我们政策不骗 先大嫂厨 大家大嫂厨 四家都高红爪 欢迎老头家 刘老板回来 四家大嫂厨 他对我们来说是大事 所以他有一个日务 还有车 他在家的人 我们看在三坡 开始出现车的时候 开始放跑 就是每一盒都准备 准备地狗跑 地狗跑就是长串的跑 说好有一个 就是一盒跑跑了 另外一盒跑跑了 他说我已经那天 在时下有了 整个阵头都跑了 但对我来说 有一句话我实在是 记得现在都还在记 他忽然间 他不知道说说说话的时候 他过来说很重 他忽然间说 跟所有人说 较艰苦 就让孩子讨厕 讨厕才有地色 有地色才有力量 小孩子的时候听到说 因为小孩子是 我是觉得我是一个 很喜欢念书的人 所以这一句话 一直记得 一直记得 在家里 不舍矿工 生活困苦 他让150户员工 住着有其屋 也在聚落 创办小学 小小的矿工社区 后来培养出 45位大学生 三名刘美教授 这是刘明 撒下的教育种子 我的祖父一直认为说 教育就是力量 地色就是力量 所以他一直要 要办学校 他第一个 他就觉得日本人走了 台湾人要自己 爱 要自己教育 自己的子弟这样 光复之后 教育旧民族的念想 继续萌芽 费尽千辛万苦 刘明在上海 成功地开设 铅笔工厂 他要让孩子 从拥有一支笔 开始学习 教育能够救国 数人的理念 持续壮大 刘明在台湾 和好朋友创办 开南中学 严评学院级 大安印刷所 他一生热爱民族国家 却在1950年代 遭到国民党 以资费罪名 拘捕入狱 刘明成了政治犯 在黑牢里遭受酷刑 却不忘关怀 同牢的受难者 2012年 刘明的家属 收到一封育友 张忠雄的来信 内文以日文写下 1952年6月27号 因重伤报外就医 没想到刘明先生 竟记得他是 嘉一邮局前 张家的三儿子 隔天 六颗鸡蛋 秘密地送到他的身边来 事隔60年 救命的六颗鸡蛋 对刘明 深似海的恩情 依旧感念 为了救刘明 妻子奔走球员 请家荡产 秦治单位几乎所有 有力干部 都收过刘家的 卖命金条 因为他们都知道家里有钱 所以就要求金矿 我记得那时候 那铁壳子的那种饼干盒 然后里面放了金条 或者什么 然后上面还要铺一点东西 去送相关的一些 当时的一些官 后来 那个调查局的副处长 他跟我们说 其实你们父亲是冤枉的 那当时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一个主管 他看上了 因为当时我们家有两部进口车 当然父亲那个时候 就是比较出名 然后经济状况又很好 所以基本上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一个眼中钉 在50年代的政治镇压和肃情中 刘明换来十年的源誉 除了家属基本的生活物品 所有的文件资料 几乎遭到消灭殆尽 就像这个人从未存在过一般 刘明在台北市仁岸路 共1500平房地产 及开封街三栋洋房 遭到保密局没收 目前仍为国防部占用 最具体的答案就是 国防部他说他失火吧 因为火灾 所以把资料都烧掉 这是我们得到最具体的答案 晚年的刘明因遭受刑囚 为病痛所苦 88岁那年 他一生坚毅 再度走上街头 声援蔡有权 许曹德台独案 过程中不慎谍伤 1993年9月2号 病逝家中享年92岁 他受的苦或者他的快乐 但是他的一生是精彩 而且我想对他来说 他应该是个满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